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5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 今天最新的時事 今天來到納夏 是最後一天 接下來是20日 星期一 就是下一個節氣 小滿 小滿是種植的農作物 開始是小滿 還未去到大滿 小滿之後 還有兩個節氣 兩個節氣就來到 是夏天 日照最長的日子 跟冬至剛剛是相對的 這個就是夏至 即是說 剛剛跟冬至 過了剛剛好一半時間 冬至 是北半球 日照最短的時間 夏至相反 是日照最長的時間 即是說 從夏至開始 日照時間 將會從那天開始慢慢 變短 我們回來研究今節的話題 就是繼續的士 和網約車 進行之間的大戰 藍煤機構也做了 是一個所謂 是民調的 其實大家就算不做民調 大家心裏面也知道的 到底你支持Uber 還是支持的士呢 我相信 我們就算做一個 不嚴謹 的非正式統計和調查 我也相信 10-89 多數都支持Uber 應該絕大多數的人都曾經 幫助Uber 結果民調的比例也是差不多 支持Uber的人 是高達93% 而支持的士的 只是整體不夠 8% 充分反映 的士的整個業界 你可以說在香港是絕對得不到任何的人心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 6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我們不是說笑話 這個叫做香港的網台 需要大部分都是跟隨我們這個做法 就是因為我們開創了 香港時事網台的先河 就是 用這個主要的模式 作為 網台的營運 香港的網台 我跟大家說過 大多數都跟這個政治是有關係的 很多也跟 香港 民主派政黨是有關係的 所以傳統上講政治和時事的香港網台 是非常習慣 用了傳統的民主派的一些政黨方式 來經營 即是說 他們相當習慣是喜歡籌款的 這件事我們批評了很多年 所以我們也是 艱苦經營 也寧願 用免費模式 希望聽眾 參與支持 不需要 聽眾 好像 變了客戶一樣 經常要他們拿錢出來 所以請各位盡量記得幫手支持 我今天 繼續會有一節 跟大家繼續揭露網台風雲 因為 又有所謂大KOL加入這個互短陣營 我們會在留一節跟大家再詳細揭露 再駁斥 種種歪理 這一節我們繼續專注 研究這個話題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這個節目 經常 跟大家揭露的金句 你不說政治 政治一樣找上門 其實 的士 跟Uber之間就是一個好例子 因為很簡單 就算你覺得自己是賺錢 你得不到民心支持 跟人有關的東西就叫政治 民心不在你那邊 你 就是得不到支持 雖然香港絕對不是一個 有民主的地方 但是 香港政府仍然難以徹底 跟全港 的藍絲或黃絲作對 尤其是這些 跟中國共產黨 的統治沒有關係 純粹是本地既得利益者 的利益來的 因為 香港的士的收入就是 香港的的士司機 還有 香港的的士的車主 的利益來的 這個 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利益 好了 所以 這一件事 不是說你支持政府 政府會支持你 是會為你背書的 尤其是今天 無恥的香港政府基本上 就是所有的藍絲都可以出賣 基本上 香港的的士司機 還有車主 基本上 大部分都得不到 香港市民 同情的 原因 就是因為 的士的業界 向來輸打贏 要加價的時候 就出來帶方決斥 如果你付不起錢的 會影響到你生活 勸你不要坐車的 所以有大量的 市民說我不搭 我叫Uber 我走路 我搭小巴 我搭地鐵 我搭巴士也不搭你 但是總有些時間 需要去特定的地方 是可能 叫的士會方便很多 所以Uber絕對是成為了其中一個 是替代的工具來的 而Uber基本上 在絕大多數 世界的所有地方 全部都合法的 居然 是一個 小小的香港 所以 有時我們不是唱衰香港 有時 是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香港 尤其是 我們是流亡 離開了香港 再 在一個比較文明的地方 英國 跟香港做比較 你就會發現香港有種種 的政策 是不合常理到是難以想像的 舉個最佳的例子 例如汽車 香港其實 開車是交緊非常非常非常之重的稅 當然希望那個不是叫智商稅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香港 汽車 的稅項收得非常之多 例如首次登記稅 除了首次登記稅 其實仍然有很多間接稅 例如 香港 甚至乎已經徹底 是不讓你用柴油引擎的車 私家車不給用 只是限制 是叫做商用車 只有商用車拿著二號牌 香港 車牌有分多少號 不知是234567 才可以開到柴油車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柴油車 是節省成本 比電油車高 基本上 香港政府 就是把那個交通工具 徹底當成他自己政府的收益 美其明說是為了你好 跟環保政策 是完全一樣的 各位 現在看就知道 我以前真的沒有留意 因為我以前不開車 因為在外國 幾乎開車 是必需品來的 即是說那個是生活所需 香港 香港政府 是瘋狂向你大咬的 所以變成了 在香港開車變成了奢侈品 實際上開車本身是不應該奢侈品來的 因為 如果你美其明 是說要 空氣質素好的話 拜託你 對中國大陸在珠江三角洲 一帶 工廠的廢棄 拜託你 大大聲和我反對 你才好和我說 是向市民抽刀的 是不是 跟這個 交餐具是否如出一切 是不是 有大公司 大國企 中國大陸的污染 是隻字不提 他 跟著跟你說我要環保 跟著向普通市民 是大力抽刀的 這個 徹底叫欺善怕惡 向普通小市民抽刀的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說 香港為了空氣污染好了 這個是最大的笑話來的 這個簡直 就是經濟謊言 香港最大的空氣污染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這個獨木絕對不是來自 香港的私家車 如果你那麼喜歡空氣好的 那你的的士也不要讓他走 是不是 為甚麼要向私家車抽刀 因為這個是間接稅來的 這個不是間接稅 這是直接稅來的 就是跟高地價政策一樣 是香港政府的收入來的 一刀劈下來 好像不用跟你客氣 還大大聲說 我們香港低稅率 做生意天堂 這個也是謊言來的 香港 你看齊了 其實很多稅的稅率 是高過 歐洲很多的 又沒有社會福利 又沒有退休 又沒有勞工福利 又沒有罷工 工聯會專門出來 出賣是基層 所以香港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充滿謊言的 為甚麼 香港會有時事網台 原因 不是上youtube 介紹產品 介紹靚車 介紹去哪裡玩呀 香港有網台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政權 充滿謊言 所以呢 其實做時事網台就是論證的 這個是香港 那麼久以來都沒有改變過 這個是我認為 網台是應該要做的 不是出來做網台 做所謂大KOL 跟他們說 政治中立 我評論而已 不關我事 這個是笑話來的 這個又是一個謊言 其實為甚麼現在的時事網台 變了質 竟然 跟你們說我沒有立場的評論而已 就是因為他們害怕 受到中共 跟港共 多方面的追擊 跟打壓 更加 有很多 這些叫KOL 他們仍然保留著香港的一些線路 尤其是 可能是部分的物業或者生意 這個是最根本原因 為甚麼明明 香港 那個時事評論是應該主要是論證的 但是他們竟然跟你說 我沒有甚麼政治立場 這個世界 所有東西都有立場 你只是說的士 到底你知不支持的士 你喜不喜歡Uber 你喜不喜歡Uber 覺得那些的士人 投訴Uber對不對 這個就是立場 來的 不要再跟我說笑啦 說自己沒有立場 純粹評論 這個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得罪講句 整個香港的時事評論界 一個很大的侮辱 好 看看的士 其實 就算你現在 走去不斷地搞Uber的司機 實際上 的士路和車主完全得不到人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說的那些原因 其實全部 全世界一樣可以透過新的法例 去做監管 Uber 一樣是有保險 歸根夠底 的士路和的士車主 投訴來投訴去的 就是因為 的士的牌子 是要買回來的 而且 牌子 是可以炒的 就是來來去去 其實的士 吵得最厲害的就是你不要損害我 炒的士牌的利益 如果你真的有心研究 香港的交通工具 怎麼可以方便市民 其實網約車 是應該一早就已經有了 是不是 香港很好笑 你不要說什麼Uber 電動車 或者什麼 網約車 你連一個電動單車 都不敢讓市民使用 是不是 你放他 是真的擔心你安危嗎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香港政府不會擔心市民安危的 他擔心 你駕駛了這些交通工具 他 就控制不了市場 你不要跟我說 香港道路狹窄 你狹窄 你是不可能夠日本狹窄 差不多 其實大家如果去日本也知道 日本 的車廠出的小型汽車 是全世界最多的 正正是因為 日本的道路狹窄的程度 就算我們駕駛一架 小型私家車仍然 非常之大進入不了 所以日本有很多車款 是非常之微型 是只有日本可以使用的 你跟我說安全 日本到處都是電動 單車的 是不是 請問有什麼危險 好了 你有那麼多錢 你起一條單車勁也不用死了 你起一條跑道 過百億丟下海 起行人天橋也16億 你起一條單車勁也跟我說起不了啊 單車勁也很窄 所以我真的再跟大家說 你不是說我 幫不幫香港說話 而是如果你明知道 香港是一個那麼反智的地方 你仍然 幫這些反智的政策背書 可能你因為各種原因在香港 這件事情 才是 其實是最無恥 即是大量的香港的藍絲 這群人除了有一點點資產之外 基本上他們說的話又不合乎邏輯 對世界又沒有認知 基本上你真的可以用井底之蛙形容 我們這次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 Wire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 由於 公園 林 聽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